真假304不锈钢我们该怎么样判断 很多人都害怕买到假的304不锈钢 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假的304不锈钢 如果过多短这种假的304不锈钢 对我们的生殖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有必要学会一些判别304不锈钢的方法 方法非常的简单 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手机追击词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来 我给大家把这个方法演示操作一下 我们用一个手机追击词怎么判断 方法非常的简单 手机追击词线的这一段我们不用动 插手机的这一段我们留出了两个线 日根正直日根负质 黑暗色的为正直黑暗色的为负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检测之前 首先要在检测的这个304上滴上一滴这个液体 大家看我们只需要滴上一滴这个液体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个部位检测就在这个部位呢 滴上一滴这个液体 这个液体为蓝颜色的液体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点测 那我们把这个手机追击词呢插在220分的电源上 现在给它呢吞电 正直呢放到这个液齿 那负质呢我们放到其他的 这个部位检测上 大家看 立马就会产生反应 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液体呢 立马就发生了变化 而不锈钢上呢 很快就留有了痕迹 然后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大家看 非常的明显 这个时候啊 它就是假的三零丝不锈钢 因为呢 它发生了变化 我们把这个擦一下 大家看 我们擦的时候呢 这里呢 有黑暗色的液体 我们放上的液体 是蓝暗色的 刚开始放的时候呢 它是蓝色的液体 但是啊 我们通过这个测试 它发生了变化 而且呢 它的周边 还有些黑暗色的痕迹 大家看 那这就是啊 假冒三零丝 它里面呢 还没量太高 如果我们长期使用 这种参值 对我们的生气危害 相当的大 所以啊 建设大家 不要使用这种 假冒的三零丝不锈钢了 那就是这种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呢 摒继 这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液体 是什么液体 这个液体啊 我们可以用 电池修复液 或者说蒸馏水 或者说 我们的氨烟酸 都是可以的 用这种液体呢 就可以点测出来 怎么样 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方法 和大家日常分享 是吗 对大家一所帮助 感谢啊 大家的观看 感谢啊